各位现场辛苦的所有电视 目前幕后的所有英雄豪杰 大家好 大家一年辛苦了 今天我要办的这个奖很特别 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我是个会主持的演员 但主持不容易 主持人就是要做到穿针引线 呈先起后的功能 而在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呢 除了数学逗唱之外 这个是基本功啊 个人幽默的说话的能力 还有运用语言的技巧 更显得格外的重要 人都说我笑一笑十年寿 综艺节目主持人 你看看 惊人的长寿 瓜哥 献哥 玉林哥 都是哥 加起来已经服务了一个世纪了 这些老前辈在电影视圈里面 综合了这么长的时间 霸占一幕不够 还要来霸占这个奖项 但这证明了 他们这一辈子 已经花了大把的青春 奉献给台湾的演艺圈 掌声鼓励 伴随着多少人吃饭配电视的时间 伴随着多少人睡觉前面看一看 能够一笑解忧愁的时间 去年这个奖项的得主 非常励志 就是霸卢黄鹿子英 值得鼓励 为什么 他在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这个奖项 已经连续共沟了六次了 去年终于开湖 消息传回国内一阵哗然 不是 举国欢腾 霸露开湖了以后 综艺节目主持人讲这个奖 若为最多次又共沟最多次 没有从来没有得过奖的纪录保持人 就变成了陈汉典了 这个时候要换个语气 究竟汉典会成为励志故事的传奇 还是共沟界的 共沟界的另外一个新的传奇 我们继续看下去 参点加油参点 不管今天谁得奖 明天都要继续 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奖才做节目的 希望今天晚上回家 每一个人 每一位好朋友 记得 可以想想此时此刻 正在印度修行闭关的 宝怡姐 曾宝怡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讲座可以没有 宵夜一定要有 阿弥陀佛 综艺节目